2019年12月27号,长征5号摇三火箭在海南文昌升空,发射任务圆满成功。 当晚,航天科技集团医院长征5号火箭型号主管孙振联在发射指挥大厅的一段视频引发关注。 画面中,看到火箭成功复飞,他笑着笑着就哭了。 时隔近一年,如今长征5号摇五运载火箭将执行长额5号探测器发射任务。 再次回到文昌,谈到当时的场景,孙振联说,那时是自然感情的流露。 对于系统外的人来说,中国航天可能就像一座缥缈的高山,透露着一丝神秘高不可攀,和我们日常的生活非常遥远。 可能是我在现场感情的流露,使中国航天有了体温,相当于我把自己的工作感受当成了一个所道,连接了大众与航天,方便大家攀缘,让大家更了解航天的工作,了解航天的文化。 孙振联是一名80后航天人,2010年硕士毕业后便来到航天系统工作。 在此次的探阅工程长额5号任务中,有许多80后90后的年轻人与他一起并肩作战。 来自嫦娥5号探测器系统的轨道器总体副主任设计师宇志,今年已从事航天工作整十年。 这也是嫦娥5号的研制周期,他说现在嫦娥5号即将发射,就像看着女儿出嫁一般。 然后我本人还真的是有一个女儿,然后聪明漂亮,然后今年大概已经是六岁了,已经在发射场有140多天了, 然后我的女儿就经常会跟她视频的时候,她就会问爸爸你在发射场做什么, 然后你什么时候能够可以回家,然后我就对她说,爸爸现在正在海南文昌搭建一条通往月球的一个天梯, 等爸爸把月球上的土壤带回来之后,爸爸就可以回家了。 据悉,嫦娥5号任务是中国探测工程第六次任务,计划实现月面自动采样返回, 是中国航天领域迄今最复杂、难度最大的任务之一。 。